住在台湾的哪一个县市的人 觉得自己很幸福呢 2013年台湾幸福大调查出炉了 金门县今年再度夺冠 荣登最幸福的城市 因为我们知道金门县有许多的福利 那么调查发现说 其实在离岛的居民 他们的幸福感 都比在台湾本岛的感觉来得高 那么至于首都台北 竟然是倒数最后两名 那么而基隆市则是倒数第一 幸福是什么答案揭晓 住在金门最幸福 2013年台湾幸福大调查出炉 金门县连江县 新竹县花莲县苗栗县 荣登最幸福城市前五名 人民在风景美丽的 而且各项的基本生活条件 都能够被满足的情况之下 幸福感是很高的 在全国22县市里面 基隆市吊车尾 首三支区台北市排名倒数第二 台北市民感受究竟如何 交通还蛮乱的 人来人往 然后有一种交通永色这样 环境跟一些房价 工作环境 工作压力 或者是各种的工作上的 生活上的一个挑战 应该是会比较有相关的 至于首长市政满意度 台南市长赖清德夺冠 怀联县县长傅昆奇 高雄市长陈菊 名列二三 台北市长好龙兵就 有点闷满意度 倒数第三 台北市会比较吃亏的地方 是因为他所做的大案子 全部都失败了 比如说太极双星 或是文英元的都庚案 这个对好龙兵形象的打击 是非常大的 看来好市长要再咄咄加油 才不会让台北市民众 幸福感尽失 东三财经新闻 综合部导 感谢您的期望 最后的报道 接下来 感谢您的期望